最近明星一个接一个的他房 在一片杂乱的瓜田中 娱乐圈终于迎来了一桩喜事 萧敬腾向大13岁的经纪人林友慧求婚成功 正式告别单身 大家好 这里是雪莉观察 萧敬腾出道就和林友慧合作 陪伴了他16年 两人的绯闻也是传了多年 在林友慧50岁生日前 终于等来了萧敬腾的求婚 结束爱情长跑 在6月27日被爆出的求婚视频中 可以看出现场布置得非常用心 萧敬腾哽咽求婚 林友慧眼含热泪 现场气氛炸裂 周杰伦 昆玲 贾静文 修杰凯等好友都到现场 见证了他俩的幸福时刻 萧敬腾的深情告白也让人破防 这16年来 我们偷偷地相爱 就连身边最好的朋友 最亲的家人 都没有听过我们一句证实 现在开始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 妈妈 你从来就不是一个人 我要替你分担你的辛苦 希望这一天 没有让你等太久 太令人感慨了 原来他们已经相恋16年了 从一起风发的20岁 到成熟稳重的36岁 16年的风风雨雨 两个人一起走过 成为彼此最重要的人 萧敬腾也向公众晒出甜蜜合照 并在配文中写道 我拥有了好多好多 现在 我拥有了爱情 一个真正完整的爱情 有一说一 现在随时随地 都有新孩子的娱乐圈 已经很少见到 这么疯狂的告白了 除了热情告白 林友慧的鸽子蛋钻戒 也吸引了大家的视线 对此网友蜡评 求婚钻戒 比我小时候吃的 钻石戒指糖还大 记得2020年 萧敬腾参加花花万物时 被小S问 你的女朋友 是你经纪人吗 萧敬腾回答 这不好说 嗯 对 不好说 但是有一天 我希望这件事情 我是有一天 我自己主 我自己主动 想要 想出来 娱乐圈嘛 不否认就是承认了 比如 早年赵又廷的采访 慌得不行 但也不敢否认 呃 不知道这个 是从哪里来的 对 但是 我真不知道 等我可能再多了解 我再回答你好了 所以 对于老萧的这次求婚 雪莉有惊喜 但是一点也不意外 不少网友在感动之余 却也有很多的疑问 为什么萧敬腾 对着未婚妻叫妈妈 虽然林友会比萧敬腾 大14岁 但好像也不至于叫妈妈 后来网友们 给出了三种解释 一种是林友会的英文 昵称叫 Mare Mare 听起来跟妈妈同音 第二种说法是 他们两个人 平时就是小狗小猫的 爸爸跟妈妈 所以会这样互相称呼对方 还有第三种说法 怀疑可能是因为 萧敬腾的经纪人 已经怀孕了 雪莉更倾向于第二种 因为我生娃后 也常会称老公爸爸 叫惯后 我爸和公共在场时 也常脱口而出 闹出过不少笑话 你呢 觉得哪种更有说服力呢 欢迎留言互动哦 当然也非常期待 您能订阅我的频道 给我一个鼓励的赞 说起他家的猫猫狗狗 雪莉马上想起了 萧敬腾之前 晒出过的八层豪宅 我在家 从一楼开始往上 算的话是六层 家地下是两层 算起来是八层 一起来参观一下 这个17年买下的 超豪华新房 沾沾喜气吧 这是一栋超大的别墅 猫猫狗狗们不用出门 就能在家畅快奔跑 正门进来是一个水池 有演奏厅 餐厅 厨房 地下二层是老肖的车库 两辆豪车摆在天井中 车库后面是运动的地方 还有一面鞋架子 大概放了100双鞋 萧敬腾说自己超爱买新鞋 所以这个鞋架是用来自我约束的 限定自己装满那一道墙就好 其他的要么送走 要么淘汰 我的鞋真的是会超过1000双以上 所以我就限定我自己装满那一道墙 向上一层 是首班的天堂 这里是萧敬腾的玩具房 他透露自己爱好收集公仔 当时他十分谦虚地说 只收藏了一点点 看他的陈列 超人 蜘蛛侠 科比 乔丹等昂贵手办 布满了整面墙 这可真是一点点啊 二楼是音乐室和书房 里面有爵士鼓 键盘 吉他 贝斯 萨克斯等 平时他就是在这里完成音乐创作的 萧敬腾家一共有6只狗 4只猫 可谓十全十美 他养的宠物都不是啥名贵品种 大多都是他收养的流浪宠物 他觉得猫猫狗狗都很需要陪伴 所以他会尽量陪他们 晚上猫猫狗狗都睡在三楼 这里也是他的卧室 大家一起睡觉 在室内待够了 可以乘坐电梯上顶楼 这里也是最让雪莉艳羡的地方 顶楼的空中花园 不仅有游泳池 烧烤架 还能俯瞰后面的山林 简直就是天然的度假场所 这样的豪宅 很难不让人羡慕 萧敬腾之所以有如此成就 除了自己的强大的实力外 经纪人林友慧功不可没 1973年出生的林友慧的自治背景 其实也很优秀 是纽约理工学院的高材生 大众传播学硕士毕业 父亲是台湾资深邪星 但林友慧并没有依靠父亲的关系 是靠自己的努力在娱乐圈打拼 从最底层的助理做起 凭借努力一步步升职 曾是莫文蔚 张惠妹 F4的经纪人 累积各项经验后 林友慧决心转型做老板 在2006年创立了经理人公司喜鹊娱乐 初创立经纪公司不久 2007年 当时的林友慧在 《超级星光大道》选秀节目中 发现了当时作为选手参加比赛的肖敬腾 其实在比赛结束后 肖敬腾获得了很多经纪公司递来的橄榄枝 但是 他却决定相信 最开始选择自己的林友慧 让对方全权代理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包括他的父亲也不理解 为什么肖敬腾会选择 同样出出茅庐的个体户当自己的经纪人 而不选择那些知名大公司 但他的这个选择 显然是正确的 此后十几年 林友慧成了肖敬腾唯一的经纪人 每一个活动 都是他精心挑选的结果 肖敬腾在娱乐圈的开局十分顺利 首张专辑就卖爆了 在两大音乐榜单销量夺冠 具备敏锐投资嗅觉的林友慧 配上拥有超强演唱实力的肖敬腾 两个人在娱乐圈和投资界一路拼杀 事业全面开挂 实现了财富自由 你们可能不知道 现在的这个有担当的男人 曾经也是坏小孩 肖敬腾出生在台湾一个窘困的家庭 上头还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一家六口 全靠爸爸一人养活 爸爸是个出租车司机 脾气火爆 调皮的肖敬腾 每周都可能被爸爸做个四五次 长大后他才理解 爸爸的意怒是因为生活压力 但儿时不懂 因此愈发叛逆 他抽烟 逃课 甚至烧同学头发 和混混朋友混在一起 无所事事地打台球 逛马路 他甚至偷奶奶的钱 和兄弟们挥霍 多年后 他在舞台上哭着说 希望奶奶在天堂能看到 他变成了好孩子 可终究因为打架惹了大祸 和狐朋狗友们 一并站上了少年法庭 因当时年纪小 最终被罚进入了青少年辅导组 俗称少馆所 也是在那里 他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那里有个辅导员 和肖爸爸的火爆脾气完全不同 他说话总是温温柔柔的 给予了他很多的关心 在了解到肖敬腾 曾经对音乐产生过兴趣后 便和他说 打架有什么意思 有着力气 不如去打鼓 他渐渐放下了烟 拿起了鼓棒 辅导员还特地为他申请来一套架子鼓 让他教社区里的人打鼓 渐渐他越来越享受 用鼓声给别人带去快乐 再后来 肖敬腾又自学了钢琴 吉他和萨克斯 组了摇滚乐队 靠着演出和奋斗 他终于展现了音乐天赋 2007年 他参加了星光大道选秀节目 一开嗓便是一鸣惊人 就此 肖敬腾在林友慧陪伴下 开启了属于他的音乐传奇 相伴16年 两个人从工作伙伴到人生伴侣 早已心意相通 作为经纪人林友慧 更是陪着肖敬腾 从全无社会经验 对娱乐圈一无所知的懵懂少年 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明星 他的心路 每一步都有林友慧的功劳 肖敬腾在求婚时表示 林友慧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他的出现让他的世界变得更加完美 雪莉发现娱乐圈好多夫妻 都是明星与经纪人的组合 比如 胡歌的妻子黄熙明 就曾是他的服装助理 又比如黄胜一的丈夫杨子 最初就是他的经纪人 还有黎明的现任陈永怡 也担任过他的助理 古巨鸡的老婆陈英学 也曾是古巨鸡的生活助理 也是古巨鸡的第一个经纪人 大张伟的妻子刘盈 也是他的经纪人 还有杨谦化 嫁给了经纪人丁子高 陈慧珊也是嫁给了经纪人钟嘉宏 从同事到夫妻 打着工作的名义恋爱更容易保密 而且他们朝夕相处 是最懂彼此的人 自然容易日久生情 其实这样天天在一起产生的感情 也的确更坚固一些 毕竟了解得更清楚 也磨合得更合拍 最后 再次恭喜肖敬腾找到人生挚爱 祝福两人早日完成人生大事 进入新的阶段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 非常欢迎你能订阅频道 并给我一个鼓励的赞 雪莉会长期关注最新最热的鱼文事件 做成影片分享给大家 我是雪莉 我们下期再见